国内的某些车企真的是太坑爹了呀 前几天美国的中宝颜IHS发布了2020年DP的Top Safety Peak 一看我就来气啊 气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车啊 图观艾 思雨 嗯 等等 我们中出了几个潘土啊 思雨和图观艾演的上班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这两个车在中宝颜一个断了A柱一个断了B柱 就差把帕特转上搞一个三头空头套装了 干嘛 三块铁呀 但是呢 IHS和中宝颜一样都是非盈利系的机构 作假应该是不可能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只能是国内的车减配了呗 为了赚更多的黑线钱 很多核子品牌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了 你说你减配野神呢 你多用点硬塑料 车子超级超一点嘛 安全性不是开玩笑的呀 最可耻的是他们不仅仅减配气囊 还在车身钢材强度上做手脚 这普通老百姓哪里看得出来呀 在这里呢 七哥呼吁大家坚决抵制这些减配车型 你不买 我不买 汽车厂家的减配行为 早晚得赶 来赚钱 可以 但是莫是中国消费者的安全 不行